作为一名刚进入神秘学大门的占卜家 克莱恩不敢说自己懂得很多 但他肯定比普通人了解不少 清楚各种各样的占卜术可以按照某个标准分为三大类 而这个标准就是启示的来源 第一种占卜方法包括塔罗 扑克 灵百 补障和梦境等类型 借助询问人本人灵性与灵界沟通获得的启示 来解读占卜的结果 只是灵百和补障法对灵性 对精神体 对心灵体要求很高 不是非凡者无法得到准确且明显的启示 而纸牌占卜则用预先提供固定象征元素的思路 让普通人懵懂交感到的启示也能获得体现 梦境介于他们之间 第二种占卜方法有灵数 占星 以及他们演化的所有类型 占卜者通过询问人或自然变化提供的客观信息 计算 推测 解读出相应的结果 主动全不在询问人 在占卜者 第三种占卜方法是借助占卜者和询问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 克莱恩上辈子知道的叠仙和笔仙就属于此类 通过一定的仪式 请求未知的 神秘的存在直接给予答案 虽然普通人大概率不会成功 但要是出现万一 且沟通到充满恶意或光是接触便让人崩溃的存在 就往往会酿成惨剧 海纳斯 凡森特刚才提到的魔镜占卜就属于这种方法 在神秘学里面 镜子是通向未知 通向奇轨 通向灵性世界的大门 所以克莱恩停在了会议室外面 打算听一听这位知名占卜者会怎么讲解 以决定是否通报队长 半夜去抄对方的瓦斯计废器 当然 魔镜占卜也有安全的办法 那就是向七位正统的神灵祈求答案 即使普通人很难很难得到真正的启示 可至少不会有危险 有后遗症 而被职业者 待罚者等严格管制的那种魔镜占卜 是请求某些组织信奉的邪神或神秘存在帮忙 另外 自身随意杜撰的也不行 说不定某个单词 某个特质就引来了未知的关注 在这个有着非凡力量的世界里 类似的占卜总是会向着极坏的结果发展 克莱恩甚至怀疑 原主和维尔奇 纳亚根据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 做了次类似的黑占卜 这个时候 海纳斯也向五名会员讲解清楚了魔镜占卜的原理 开始描述具体的过程 首先 根据自身信奉的神灵 挑选适合的日期和时间 这可以通过占星手册来决定 比如 我们都知道 周日是黑夜女神的象征 是休息的体现 而凌晨2点到3点 上午9点到10点 下午4点到5点 晚上11点到0点 是月亮时 被黑夜女神主宰着 所以 信奉黑夜女神的占卜者 可以在周日的这些时间段进行魔镜占卜 基础很扎实吗 克莱恩借助会议是扮演之门的遮挡 微微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七大教会互相制衡的情况下 有的神秘知识确实外泄了 比如占星手册就提供了很多象征的含义 只是没有魔药 没有非凡力量的情况下 普通人几乎无法获得想要的效果 其次 我们仔细擦拭镜子 必须是镀影的镜子 将它摆在家里象征月亮的位置 海纳斯用手中的道具进行着演示 不 这个时候需要的是领摆法 先选一个位置 在心里默念七遍这里适合魔镜占卜 然后看吊坠转动的方向 顺时针为正确 逆时针是错误 当然 你要是像有恶意的 未知的 神秘的存在祈求 位置就不是关键了 他感不感兴趣才是重点 克莱恩无声纠正道 这个时候 他有种自己是听课老师的感觉 海纳斯 凡森特听不到克莱恩的心里话 语气正常的将事前的准备详细说了一遍 等会员们写好笔记 他继续讲解道 完成沐浴后 确认窗帘全部拉拢 房门反锁紧闭 接着 点一根蜡烛 摆放在镜子前面 虔诚的向你信仰的神灵祈求 问题尽量简单 不要用复杂的修饰 祈求七遍后 拿起你的镜子 将它轻摔在地上 必须很轻 记住破碎的样子 这是神灵给予的启示 我将几种主要的象征具体讲一讲 呼 这是正统的魔镜占谱 克莱恩松了口气 缓步走入会议室 坐到之前的位置 将剩下那点南威尔咖啡一口喝完 所谓正统 就是确实能得到启示 但基本没法真正解读 而非凡者在这个步骤时 如果得到了回应 能直接从镜子里看见一定画面 获得较为清晰的信息 因为破碎后形成的象征很多 海纳斯讲了很久 直到爱德华 斯蒂夫帮人占卜完毕 回到会议室 他都还未收尾 克莱恩没有询问爱德华帮人占卜了什么 用的是什么方法 这属于占卜者之间不成文的规定 扮演着占卜家的他当然要严格遵守 除非对方主动提及 我发现很多时候 我们的解读都太过模糊 似乎在迎合不同的需求 让不同的人都能从解读里找到切合自身的描述 爱德华喝了口西伯红茶 低声叹息道 比如 遇到很多波折 有太多的恶难 但最终会看见曙光 呵呵 谁也不知道曙光什么时候会到来 比如 你这趟旅程不是太顺利 但肯定能活着抵达 嘿 死人是不会来反驳我的 因为没有从开始听 他忽略了海纳斯的魔镜占卜课程 幸存者偏差 克莱恩微笑补充道 幸存者偏差的大概意思是很多统计 往往只来自于活着的 幸存的人 忽略了死者 结果会有明显的偏差 对 罗塞尔大帝真是一位哲学家 爱德华赞叹出声 克莱恩端起没有了咖啡的咖啡杯 假装抿了一口 整个下午 会员们都沉浸在了星盘和魔镜占卜里 偶尔也会过来找克莱恩 爱德华讨论 而这种时候 克莱恩都尽着职业者小队非正式成员的职责 努力地引导他们避开可能涉及非凡 涉及危险的思路 但是 他最想做的事情却未能成功 来来往往了好几位询问者 都没有挑选他帮忙占卜 或许我下次得主动去招待 来上几句你厄运缠身 你最近将有不幸 你任何事情都不会顺利的话语 不 这不像是占卜家了 想着这些 克莱恩不由摇头自嘲 他拿上手杖 站了起来 告辞离开 五点半 爱德华 斯蒂夫穿好外套 正带走出占卜俱乐部 忽然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下午好 格拉西斯 好久不见 他含笑招呼道 只见这位有相同爱好的朋友穿着惯常的正装 打上了黑色的领结 胸前口袋处则悬挂着一副单片眼镜 紧接着 他注意到对方的脸色相当不好 就连蛋黄柔软的头发都有干枯的迹象 下午好 爱德华 磕磕 手拿帽子的格拉西斯突然用拳头抵住嘴巴 咳嗽了几声 爱德华关心道 你好像生病了 一场很严重的疾病 之前甚至转成了肺炎 如果不是我妻子刚好遇上一位厉害的药师 给了我一些神奇的药剂 你恐怕得到墓园才能看见我 格拉西斯的语气里满是后怕和庆幸 主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之前是那么的健康 瞧瞧 瞧瞧 你现在是如此的虚弱 我记得上周给你占卜过 并没有迹象表明你会得严重的疾病 爱德华动了动手杖 差一感叹道 我自己的占卜结果也和你给出的一样 也许我们还不算合格的占卜者 而且 而且 格拉西斯呼的想起了周一的事情 神情变得异常凝重 就在这时 漂亮女士安杰丽卡迎了过来 笑意温柔的行礼 互相致意后 她先关注了格拉西斯的健康 提供了一些建议 接着才随口提到 格拉西斯先生 上次找你占卜的那位莫雷蒂先生也加入了俱乐部 上次找我占卜的那位 格拉西斯的眼睛一下发亮 主啊 他在哪里 他已经离开了 安杰丽卡和爱德华都无法理解格拉西斯异常的反应 格拉西斯激动的夺了两步道 如果他下次前来时 我没有在俱乐部 请一定问清楚他什么时候还会来 格拉西斯 这是怎么回事 那位克莱恩 莫雷蒂先生对你做了什么吗 爱德华疑惑问道 格拉西斯扬了扬手臂 直视着爱德华和安杰丽卡打探般的目光 语气激昂的回答 他是一位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神奇的 手臂挥下 连用了三个非常来形容的格拉西斯朗生说道 医生 第二更求推荐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